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后 孙颖莎2比4再赴陈梦 两届奥运会都倒在了女单决赛舞台 要说不遗憾 那是不可能的 虽然莎莎的风度一直很好 但是我们通过赛后这个眼神来看 世界第一次真的真的很伤心 很失望 被誉为小魔王的莎莎 凌凌已经在本周期翻身了 能够在交手战绩压制陈梦 在整体成绩上明显好过陈梦 00距离433天历史最快大满贯 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孙颖莎能够在去年 德班式拼赛女单决赛击败陈梦 却无法在最重要的奥运赛场 击败哪怕一次陈梦 赛后陈梦表示 这场比赛我和莎莎没有失败者 很开心赢下这场比赛 显然这样的话并不能完全安慰莎莎 这场失利的苦需要消化很长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